今天的新闻头条重点就是在天气要变冷了 接下来主播宣童在现场 宣童你好 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邀请教宣童 寒流接近台湾了 那么这一回就是从北到南要变冷 但是变冷它有个精确的时间序 想请问宣童最新的预报交给你 好 没有错 这一波强寒流它的程度可能是入冬以来最强的 所以温度有可能会出现最低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卫星云图 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台湾附近 其实云层都蛮多 云层都蛮厚 所以在今年整个台中以北的降雨几率都会来得比较高 包含像是整个东半木地区 宜兰 花莲 甚至是恒春半岛 其实累积雨量到现在为止 都已经来到了47 48毫米了 所以这样子的雨还是会持续的 甚至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的清晨 雨都会来得比较多 而这一波湿冷也就意味着 它整天都是这样湿湿冷冷的感觉 跟干冷感觉比较不太一样 白天温度回升也不是特别多 以现在北部地区来说 温度大致是落在14到15度左右 而今天的最低温出现在新竹苗栗这里 只有12.1度 而到目前为止 它们温度回升也不是特别明显 只有12.9度 所以在除了中南部地区 今天还是有20度高温以上之外 在北部地区可能一整天都这样湿湿凉凉冷冷的感觉 另外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今天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因为这个强冷空气还没有在南下的过程 但是到了礼拜一 甚至是礼拜二礼拜三 最冷的时间点 倒是全台湾都会变成一个冻番薯 而且在今天午后 冷空气南下的过程 沿海地区也有可能会吹起 9到11级的强阵风 所以要特别提醒 如果你要去海边的 都要特别留意 再来关心的是各地的目前温度 以现在北部地区 温度大致是落在14到15度左右 而在中部地区则是介于18度 而在南部地区还是有点暖 有点热的 像是在台南21度 高雄都还有来到23度 中南部的降温 比较明显的时间会落在明天 提醒大家预寒工作 赶快趁着今天来做了 再来关心这三天的天气变化 在礼拜日的时候 程度还只落在了东北季风的等级 所以北部地区温度 大致是落在12到18度左右 而在中南部的高温 都还有来到25到26度 但是到了礼拜一 不止北部的温度持续的下降 已经来到了8度 中南部的低温 也已经来到了10度到12度左右 当然南部高温 还是有机会来到23到24度的 而到了下礼拜二 下礼拜三 它的强度已经来到了寒流的等级 说是入冬最强 因为北部低温7度 中部低温8度 南部低温11度 而局部的空旷处 还会再减个2到3度 所以像是在竹苗地区 有可能会出现5度的低温 甚至体感温度 已经逼近了0度 真的会比较冷一些 而且在沿海空旷处 加上风的时候 这个湿度加风 温度会来得再更低一些 感受上也是会比较冷的 再来关心水气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礼拜日 到礼拜一的时候 虽然这个封面是已经通过 但是我们海湾 还在这个封面的尾巴这边 所以带来的雨 在整个台中以北 东半部都还是持续 甚至到了礼拜一 下一波的这个华南云雨区 也要慢慢地 往东的方向来靠近 所以雨区范围会来得再更广 不止北部 东北部 东半部 甚至连中南部的山区 近山区的平地 也都是雨比较多的 而到了下礼拜三 会渐进转为一个 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只剩下阴风面地区 东半部地区有雨 而到了礼拜四 雨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但是礼拜五的时候 水气又会开始变多 所以有没有可能会下雪呢 目前时间点是 如果压在礼拜一的晚上 到礼拜三的这个清晨之间 水气相对比较多 所以在整个中部以北 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这个降雪的几率 包含像是太平山 拉拉山 甚或是阳明山上的 大屯山顶 也有这个可能 而在中南部 像是在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何幻山也有降雪几率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特别提醒大家 上山的过程中 未必看得到雪 但是道路上结冰的几率 非常的大 所以一定要做好 上山的准备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 宣童刚刚提醒 今天晚上北部先冷 然后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高山 很有机会 很可能会像是 下冰线啦 或者是下雪 明天追雪族 要往山上冲 但是想要待在屋里头 躲好躲满的民众 也是有 对像这样的一个需求来讲 有没有可能放低温价 宣童 好 没错 我们先来看 这一周的温度趋势图 大致是怎么走 礼拜日的时候 后温度缓降 但是礼拜一的时候 开始冷了 礼拜二 三是这一波 最冷的时间 北部的低温 基本上都在10度以下 中南部也有10度低温 以下的发生几率 所以气象署在现在 都已经发布了 台中以北的低温特报 都亮起了黄色灯号 而在新北基隆 更是亮起了橘色灯号 意味着它有可能长时间 都出现10度以下的持续低温 好 我们就来看 有没有可能会放到这低温价 这一个是目前23号 也就是礼拜二的时候 晚上到礼拜三的清晨 低温的预估 你可以看到在整个 屏東以北 都出现了蓝色的区块 有可能会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甚至颜色比较深的 这些区域 更有可能会出现 6度以下的温度 所以大家就在期待说 那如果不上山 不赏雪 我待在家 有没有可能会放到 台风架 其实目前有天然灾害 停止上班上课 作业办法 但是却没有规范低温的 停班停课标准 所以这个决定权 现在是已经落到了 各个地方的首长 而目前双北市 是已经书画了 他们说 他们现在裁量之后 会来做宣布 同时他们也把这个权力 授权给他们的教育部 包含像是如果 这个校园的首长 像是校长 他们觉得 这个上山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节洞的过程 会造成一些低温的灾害的话 就会跟这教育局来报备 就可以来做到请假 但是我们还是要 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这样子放假的几率 相对会来得比较低 浩婷 非常谢谢寻同的提醒 所以寒流正在接近我们 大家请记得一定要保暖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